乒乓球训练基地为大家现场直播 华夏银行杯直通莫斯科中国乒乓球队南队 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 中国乒乓 漂亮 比赛不少 从许昕跟马龙来讲的话 他主要 手的这个相持和防守的攻防转换权得薄弱一点 天和马龙呢 现在教练都是秦志俭 所以秦志俭今天只能呢 是给主教练刘国梁介绍的 当时呢这个秦志俭选择了马龙 所以今天呢给许昕 执教的呢 是资深教练李小冬 西志俨 是资深教练的 够子 是资深教练军的 是资深教练帮吗 是资深教练的 考虻音量 所以现在这阅指数 因为它 policial 刃利儿不是资深教练的 是资深教练的 反拉成功 你看的话说 马龙打的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而且在进攻上面 没想他是占有优势 20岁 漂亮 反拉 撞 20岁 漂亮 反拉 撞 很大的 所以这个球实际上许迅他把马龙拉腿抬了以后 他没有发力也不弱 所以他关键这个插在上面 因为王浩他进攻的时候 他的阵手 就全台去看 都是阵手的反拉非常有 反手呢比马龙好 比马龙好 对 阵手呢比王浩好随着这种情况 嗯 许昕和马龙的对拉在这个过程中 马龙是获得了2009年国际联联联职业巡回赛总决赛的南单冠军 对 马龙的战术基本上 里边是22个队员 二组里边18个队员 一共40个队员 5比8 你看 你看又马龙就把球送到他的正手 所以看来呢 在一个队都熟了以后啊 这个套路都非常清楚 他吃的比较准 所以出手比较果断 嗯 相对的增大了 就增大了许昕他法强的难度 10比5 10比5 差别了 他想着那儿法强的变化 法强变化以后的变化少工的比较差的 所以他前三板上就不用马龙弄个凶狠 包括其法强的白段上 卡了 这段时间鼓梁也让我能帮帮看看许晴到底能怎么弄 但是我也感觉不到 因为他不 可以出示主意 共同探讨 漂亮 题呢就是说怎么样去更上一层楼 而且他 人高 然后手上感觉又好 而且心理素质是很过硬的 后面我有一个纸板 以后的纸板能不能有所发展 六七个了 这个很可惜的 你看这么高的球 差距的 2比0领先 第三局是6比6 这几个球上 千三百上有优势了 漂亮 这样 漂亮 这样许晴呢就以10一比 反正就发力拉了 这个不是心情拉起来 这个是发力冲这个球 好 我们来看比赛 漂亮 就是一对二组的一些运动 一共18名小将 对 打球 对 开动脑筋 更要有智慧打球 就造成了第二次许昕揭发球直接下往 漂亮 许昕防了好几个回头就防得不错 但是就是防完以后下一般的衔接 小三角 人不法脚上不法还特别快 这是很大一个特点 8比4 8比4 他的正手和反手比较均衡 正手和反手他都能够上手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这手的杀伤力不够 他这手对拉的时候 他擅长力比他力量大的时候 感情稍微差点 像一般人家像这种情况下 除了这方面你比他强一点以外 你比其别的地方你不如他都好 你再打他很难打 然后发球发了点直线 又挡了一个 看所以许昕的防守又非上局 现在打成了2比2平 从现在比赛打至现在来看的话 马龙是有些保守 许昕的时候变成他几个指线的时候 他这个处理的不是很好 所以这不知道这一手杀伤力稍微 稍微欠一点以外 他就是没有进攻力很强 上手也很快 他这个弱点变化 人的战速变化也非常 马龙的开局 拍短 漂亮 于是对方是一个重复球 连续给直线 这时候他脚底下没动 上去捂了一板 完全是凭感觉 而且对方也不怕你 所以他这个是 他必须得提高的一个环节 看这种球 我就打给你拼一板 漂亮 但许昕现在这半球 就相对的比较差一点 是的 好的 确实啊 这个比赛 对于能源来讲 压力非常大 因为 谁都想 第一个先拿到这个 如果你第一次拿不到第一的话 你第二次 你刚刚也不错 应该是 这次出现的是理所当然的 但现在打到这个 所以这个按刘国梁教练啊 包括这个吴近平教练 整个教练组的 甚至还要压力大 从另一个角度 这样的话呢 就对他们 这套名品 是的 而且从他这个 3比5 漂亮 高定 高定 反拉 许昕放弃高球 漂亮 好的 高定 反拉 许昕放弃高球 漂亮 好的 漂亮 马龙正常 对 他这样的心理上 一轻松的话 那可能就多 像那个还是比较成熟 有时候他落后好多 现在那个追回来 对 好的 哎呦 马龙拉漏了 下门是福里区的福龙 中国车方球队训练中心 来马龙发球 机会 哎呦 结果拉丢了 这样许昕呢就在 他主要是后面加强的这个变化 前面是打得比较单纯一点 然后传不从这个 马龙的正手突破 然后 好的 谢谢余教练 稍后我们进行第二餐